你们俩个败类,这辈子就好好在里面待着 行侠之人,你有何事敲过? 大人,小明的三百斤腊猪肉昨晚被偷了 大人可要为小明做主啊 哦,如今这太平盛世,各家都能吃饱饭 竟然还有偷盗之事发生 大人,昨日我与小儿一起去那大山村收腊肉 一共收了三百斤的 昨晚回到家将那腊肉放在地窖里 今早我们本打算拿去镇上卖的 谁知全被偷了 你可有怀疑之人 有的大人,小明怀疑是我那大女儿和我那姑爷所为 居然还是家贼,可有证人或者证物 有的大人,此物是我姐姐随身佩戴的香包 今早在地窖捡到的,有证物就好查办了 我派人跟你们一起去到家里先搜查下 看能否找到腊肉 谢大人,官差小哥,这就是我那大女儿家了 给我搜 住手,官差小哥,这光天换热的跑我家来搜什么 小女可没犯什么枉法 有没有犯枉法待会就知道 给我继续搜,老鼠洞也别放过 实话告诉你,早看你不睡眼了 前几日打我儿子下手那么狠 现在还在家里躺着呢 你这是公报丝绸,我要去告你 抓你还用公报丝绸 你这女子真是狠心自己娘家东西也偷 昨晚是不是偷了你娘家三百斤腊肉 杀 没有证据可不要乱说 这是那个挨牵刀的无限本姑娘 无限你,你身上佩戴的香包呢 不好,她怎么知道我的香包不见了 难道是昨晚掉在地窖了 这可如何是好 我的香包昨晚走夜露掉了 你不是欣赴老师人吗 这么巧,难道是走夜路走到地窖掉的 香包那么多 你怎么知道你捡到的就是我的 这香包是我亲手绣的 你不会不知道吧 上面那么大一个叶子难道我不识字吗 说我的又怎样 那也不能证明是我偷的腊肉 似鸭子最硬,等搜到再说 千,本姑娘有那么傻吗 那么多腊肉我放在家里等着你们来搜吗 散散时间现在差不多要卖完了 看你们能拿我怎样 全都搜过了没有 怎么会没有 你个没养心的 快说把腊肉放哪里了 他也不傻 那么多腊肉肯定不会放在家里 等着我们来搜的 先把人带回去和大人交差 你们几个人留下来 在村子附近询问下 看有什么线索 我们先回去 堂下之人 昨晚你可偷了你娘家的三百斤腊肉 大人 民女冤枉啊 民女昨晚一直在家里睡觉 未曾出过家门 那你爹怎么在地窖找到你的香包 大人 不能因为一个香包就冤枉民女 可能是有人想冤枉民女 你个死丫头还嘴硬 我看你不挨板子是不会招的 大人 此女生性野蛮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这十里八乡的都被她祸害过 原告你可还有其他证据 大人 现在派人去集市并能抓到那王二冷 现在肯定在集市卖腊肉 行 我派人去看看 官柴大哥 这就是那王二冷 官柴大人 你们要改什么 我可没犯什么法 我这正经做生意的 王二冷啊 王二冷 你这名字带冷是一点没给你起错 偷了我家腊肉还敢跑到镇上卖 真是胆大包天 说话要成正确 谁吐你腊肉了 这腊肉可是我自己输来的 还敢狡辩 带回去留着和大人说吧 堂下之人 你卖的腊肉是哪里来的 大人 小明昨晚走夜路在河边捡到的 大人 这小子满口胡言乱语 刚才在集市 他可是说这腊肉是他收来的 可有此事 大人饶命 小人一时急动说错了话 这腊肉就是在河边捡到的 不是你问我家夫人 一对狗男女 四到零头了还敢狡辩 大人 我们刚才在村里走访调查 有村民说 昨晚看到这俩夫妻 推着一车东西 从桃花村出来的 大胆刁民 现在认证物证都有 还敢欺骗本官 我看你们是疲痒了吧 大人饶命啊 小明也是猪有毛了心 爹你快帮我求求请啊 我不想进牢房 现在知道害怕了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你自己做死 谁也救不了你 好好在里面待着吧 来人 将他们两人带下去 择日宣判 你们俩个败类 这辈子就好好在里面待着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 刚才我已经打点好了 想出去除非抬出去 两位官差小哥 这里有五两银子 拿去买点好吃的 麻烦二位 一定要好好招呼这俩人 你个小蹄子 看我出去不撕烂你的嘴 嘿嘿 夫人我懂 放心吧 闭嘴 爹 我都打点好了 这次他们想出来也难 我刚才从村口回来 看到有不少放鞭炮的 村里有什么喜事吗 那两人被抓了 大伙都在庆祝呢 这么多年了 村里那家没在他们手里吃过亏 也都怪我们一直纵容他 这下也好 我们把他送进去 总比外人送进去的好 今天咱们也庆祝下 中午做几个好菜 我和风收来两枚 爹 哪里来的这么多小鸭子 好可爱啊 我打算在小后山养点鸭子 那里有个小蜥不利用起来 可惜了 养鸭子省事 吃粮事少 这可比养鸡划算多了 这鸭子现在还小 先在家里养一月 再放到山上 正好最近把山上的小蜥边上 全部用竹子圈起来 娘 青青去哪了 怎么没见人 刚刚有几个小姑娘 来找青青 不知道跑哪玩去了 小姑娘还是活泼点好 趁着没嫁人多玩几年 等嫁了人 可就没人惯着她了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了 我们家青青 现在都有人惦记了 那是自然 当年要不是我老谋身算 提早让你给丰收物色姑娘 你现在能有这么好的儿媳妇吗 就你聪明